哈喽 大家好 今天我回到家了 然后大早上起来 发现我老婆在给我准备早餐 然后带你们去看一下 走 做啥呢 做个奶茶 做个奶茶嘛 爱心早餐 这里这一副印度服装 好 不出来先买的书 都没化妆 没化妆 哈喽大家好 好久不见 已经好久了 你也不在家 然后就 对 粉酥肯定很想你 今天就做个奶茶吧 准备给大家看一下 怎么做 可以 给大家看一下 非常简单 新疆奶茶怎么做 走 这是我们家的转茶 新疆有的转茶 但是我们快没了 水里面倒点茶叶 然后让它煮开 这边茶叶 煮开之前 我在这儿 来煎两个鸡蛋 然后汤心蛋也做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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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进一点 放进一点 豆奶 豆奶 上面的这些泡沫是 奶皮子 超级小 超级小 奶茶花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哈哈哈 老邦奶茶好了 奶茶 香的很慢 奶茶 已经是一闻到香味了 上次从伊犁回来以后 就是没有喝过这种奶茶 就北疆喝的比较多 哈萨克族 北疆的威瓦尔所喝的比较多 南疆可能就是没那么多了 南疆可能比较喜欢喝的是纯奶 不做奶茶 对 纯牛奶 除个奶 对 纯牛奶 北疆里边喝奶茶喝的比较多 哈萨克族啊他们 因为牧民在草原上肉多吃 但是蔬菜很少 所以用茶叶来补充一些维生素 然后用奶茶来促进它消化 肉吃的比较多嘛不是 用奶茶 刚刚走 咽到位了 茶的香味到位了 嗯 奶茶如果没有咽茶就没有东方 汤饧蛋 哇 嗯 你看 做到这种程度是最好的 这个 我认为 我认为也是 给我再来一碗吧 美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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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三个人我煮了三碗 哦呦 多多一点嘛 嗯 不不不不 你喝吧 喝吧 这个奶茶再有点酥油的话就更香了 奶茶配囊是绝配的特别好吃 特别香 这就是我们新疆人的简单的一顿早餐吧 又简单 又好吃 又健康 又健康 对 这两段 好吃呢 allowing 他们 Both